再來就是那個剛剛的古文之美 第一個我們增加了總共有七個頁面 利用JQ Mobile裡面的插入JQ Mobile頁面 總共產生Home加page1到6 再來的話請各位就是分別怎麼樣 把那個需要的標題 Home部分的話大概就是我需要一個古文之美的標題 就放在哪裡放在黑的裡面 那content裡面呢我大概是希望放一個圖 那圖的部分的話你可以在這邊找到man拖拉過來 並且用選取的方式應該還記得 底下這邊有一個這個舉行的那個什麼呢 舉行的那個連結的區域工具 那你只要選這個東西之後在這個地方框起來 也許是儲持的部分框起來 然後去連結page1 漢富page2 唐詩page一種類推 把這些全部做出來 那將來當然第一個 這邊就有一個影像地圖 OK 那下方的話呢再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button這個 這個直接拖拉過來 然後就是這個是一個版權宣告 那所以呢會有夜首內容跟夜尾的相關設計 那這個部分呢大概第一個頁面 其實這個地方可能還在需要多做一個netbar 所以等一下我們再看這個 那底下的話呢 儲持一直到那個明星小說部分 做法上都差不多 就是第一個當然你可以把標題放上去 內容貼上去 那底下一樣放這張圖 大概做法一樣 不過呢可能會需要多做一個就是home 跟移到下一頁 所以做出來大概我們來看一下 大概看到的結果類似像這樣子 這個等一下做 那比如說我今天的移到儲持 那這邊的話有個home 有個下一頁 那home跟下一頁我想前面講過了 所以這個地方 你們等一下可以試做看看 基本上呢在前一個範例裡面呢 也可以找到答案 你可以home 它可以回到首頁 那下一頁的話呢 那下一頁的話呢 就是回到 就是往下 漢複 然後堂濕 依此類推 這個是裡面的結構部分 那剩下的部分 就是我們中間這個netbar 這個netbar該怎麼做 我想前面做蠻多的 只是這個netbar之前是放在夜首跟夜尾 今天的話呢 是放在中間 不過放中間的流程大概也差不多了 比如說幾個部分 第一個我需要什麼東西呢 先把那個我們的這個先做完 但是呢特別注意 它本來也許這個圖呢 是放在這裡 那請你把enter 上面呢留一個段落 那我們就是在這邊處理 那這裡需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想大概跟前面一樣嘛 標準流程 一一做什麼呢 一請你先做在版面裡面有沒有記得 先做一個什麼 DIV有沒有 該各位還記得吧 先插入一個DIV 然後在那個DIV上面呢 輸入有六個 六個項目 然後呢去把那個DIV改成什麼 改成netbar 對不對 那個netbar上面當然呢 連結部分你要做 超連結 然後呢把它的icon改一下 最後做出來 就要長類似像這樣子 上面的這個至於icon放什麼 因為實在是沒有辦法 那個儲物不知道放什麼比較好 所以我就找了一個 反正就是放六個icon 讓它感覺上有一些圖在上面 應該就ok了 那這部分怎麼做 我想各位先把基本的結構先做出來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可能最難的應該是這個地方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netbar 這個 那前面的部分呢六個page 大概先把那個需要的部分 第一個就標題 頁手跟頁尾搞定 那內容的部分的話 就是把data裡面的資料 把它複製貼上 處詞一直到明清小說 這裡面都有啦 當然如果你這個已經做完了 延伸性的部分 可能內容 因為我覺得它的文字太少 請各位自己再到google上面 去搜尋一下處詞 有沒有什麼比較詳細的 多放一點 或者是說 處詞裡面是不是還可以再做什麼 做那個list view 清單 讓人家可以再點擊 當然如果你在點擊需要延伸性的 是指頁面 所以你指頁面也要往下做 這個是那個變化題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我還需要把每個處詞一直到明清小說的部分 就是它的上方需要做一個home跟下一頁 home跟下一頁 這個前面都做過了 所以請各位自行先試試看 這個導覽列 底下這個反正就是影像地圖 那如果可以 那如果可以 底下如果你要再做那個什麼 list view 那你反正底下如果還有版面的話 你可以再做一下 那這一題的延伸題 請各位注意一下 是說第一個 也許你做完之後 請你把這個地方的文字 自己再去google上面找一下 好 第二的話就是說呢 也許放個圖吧 那有沒有代表性的圖 你自己去找一張吧 那第三個就是說呢 裡面的話呢 那也許是處詞 處詞是page1嘛 page1 然後page1底線1 1-1-2 也許你可以再延伸 比如說處詞裡面有沒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家 你就找 也許你底下可以列個清單吧 延伸出去 這個我想你自己再去延伸 可以延伸太多了 那你不用太多了 你就是主要有代表性的一兩個 也就是說呢 我們原來的架構是home 然後下來的話就是處詞 那底下沒有對不對 請各位自己再加 看你要加個一個兩個三個都可以 反正這個後面的部分是延伸的練習題 自己再去增加 那增加的方法當然不外乎就怎麼樣 你也許就是可以在你的那個page裡面 假設這個是page1嘛 那你可以把這個page1怎麼樣 也許你可以在這個底下這邊再插入 插入什麼 也許在1-1的下面 我的習慣是在這個下面 再插入那個jq mobile裡面的頁面 比如說我裡面要再增加兩頁的話 那就1底線1 我比較少用那個那個那個減的符號 就趨緣好了 ok 然後底下的話也許有另外一個 那你可以什麼 把這一頁跟我剛剛講過的 你可以把它複製貼到這邊 然後就有1-2 ok 那當然你這個地方呢 就可以自己再把這個底下 也許做個清單吧 再連到1-1-2等等的 或者你做netbar也可以啦 反正只要可以連結 或者按按鈕也可以 可以連結到其他更多的東西 因為後面我這邊是沒有設限 可能要給各位自己再去發揮 好 那我們最後呢 這個延伸的部分自己再做 那如果說這個部分 沒問題的話 我們先把這個netbar給做出來 那netbar的部分怎麼做 首先的話 第一個 當然我們在那個影像地圖 影像地圖可以放大一點點 假設你是要放大一點點 上面 也許你原來上面 假如說連在一起 你按個enter 讓它有個兼具 好了 古文之美的這個頭 中間這一塊 content 那做什麼呢 你就先插入一個版面 這個我想前面做過標準化流程 1插入這個版面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按確定 它就會出現一個div 2的話 請你把那個什麼 儲到名 這幾個字 我已經先打 那你可以自己打字 或者是直接用複字接上的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邊 或者直接打字 打在這個範圍裡面 把這幾個字做什麼呢 做項目符號 特別是項目符號 那做完項目符號之後 各位可以觀察一下 基本上它的結構一定是 一個div 斜線div 指的就是剛剛這個版面 ul 到ul 指的就是這個項目符號的 這個部分外框 那裡面的東西一定是li 那我接下來要再把它變成netbar的時候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做netbar 請記住 一樣在這個標籤裡面找到哪 找到這個jqmobile裡面 它有一個叫data row 有一個netbar 不過特別注意 如果你現在這樣直接做的話 可能會出錯 怎麼說呢 因為你現在如果把它加上去的話 它會把那個netbar加在哪裡呢 其實大部分同學都出來這裡 加在ul的後面 可是我們實際上是要加在哪裡 div的後面 所以如果你 沒關係 假設你這個時候做錯 像之前蠻多同學一樣 你乾脆就把這個data row 拉到div裡面去就好了 OK就沒有問題 我示範一次給各位看 那你這做出來之後的話 它基本上 及時一下 它會是這樣子 沒有作用對不對 那你可以把怎麼呢 把這邊的相關的東西 搬到div裡面去 那基本上即時一下 它就會變一塊一塊的 但是裡面呢 我們還缺什麼 缺抄連結 跟缺它的icon 所以如果說你要讓它 發揮它的那個 看到的結果的話 第一個還是一樣 把這個除怎麼樣 選取之後 底下要把它連結到 一樣是那個請 page1 其它的話 以時類推 就是 總共的話呢 就是連結的地方 按個enter 它會有連結 那連結之後的話 再把它的data icon 改成什麼的 改成 我想因為這個圖 沒有對應的啦 所以你就大概選一個 選一個類 選一個就可以了 至少讓它有個圖 然後如果你即時看一下 基本上除就出來了 有沒有 其它如果你把它全部做完的話 那每一個每一個 通通都出來 可是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你做一個之後 如果你要偷懶可不可以 其實也是可以 有哪裡可以偷懶呢 你會發現 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地方有沒有 複製過來 好像比重做來的快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感覺 我是覺得 有的時候我會這樣 把它拖拉過來 按Ctrl鍵就複製 直接這樣有沒有 在這邊做 有的時候會更快 不過這個比較適合就是 你已經對這個很熟悉了 如果你不熟悉 你還是慢慢做吧 有沒有 但是底下的icon 你可以可能在自己再選 這個page部分的話 就是把它改一下 改這個號碼連結的順序 當然你不能複製就不管它了 不然到時候全部都連到除 就不對了 至於裡面的 點過來 你會發現全部都做完了 至於裡面的icon 也許你如果不知道怎麼拚 你可以再從這邊 自己再去 把它用手動的方式 再去選取 只要大概就是上面有那個icon 其實就符合我們要的 反正每一個icon都長得不一樣 這樣的話 我們基本上 就完成內bar的部分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即時看一下 這邊都出來了 類似像這樣的 點擊之後 就一樣可以看到 有儲值出現 然後連結回去 然後 這邊也有 沒問題 最後 上面這邊有所謂的home 跟下一頁 因為這個前面都做過了 所以我就不贅述了 那我有把最後的這個部分 做個整理 也幫各位放在雲端上 所以如果說你要看到那個 最後的東西 你可以在雲端上面 我有找到 我有把它放在我們的 那個 因為像我那個 你們的點名位是雲端 所以全部都在雲端上面 OK 那這邊的話 然後呢 有一個 204的雲端白板 那這邊有個程式說明 那這邊有個程式說明 我也把 剛剛的所有的動作 都稍微做個整理吧 包含就是說 我希望看到的東西 長得像這樣子 那裡面的話 就六個 六個頁面 再增加什麼 影像地圖 增加 導覽列 再增加什麼 home件 跟下一頁 那 再來就是說 每一個頁面 請各位注意一下 後面的 後面的部分 儲持 下面 請各位增加幾個變化 一 增加多一點的文字 二 增加裡面的圖 自己找一張 三 紫項目 可能有幾個吧 自己下去加 大概會有這三個變化 那有六個朝代 所以這個好像還蠻多的 不過 請各位自己練習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做完之後 請你把 它的背景 布景主題 換個顏色 因為 你們做完應該都是黑色的 請你也是一樣 把上個禮拜講過 那個Sing Rover 那個部分 再把它改一下 布景主題 大概會有這幾個部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很快的 把一個App 給做出來 那這個App 我想 在發布上面應該也沒問題 在手機上看到也不會有問題 試試看 那我們也